如果答错了的话 我们没有任何的惩罚 稳赚不赔 我要三块 不要 那我也想要 我要十一个 怎么猜都能以为 对啊 这个不好慢了 而且新人也要累积原始 我们这样 我们没有原始的先选 好不好 没有原始的举手 没有原始的 没有啊 我有三个 旭哥你确实把咱生物拔起来了 对不起 你帮我复原一下 然后我给你一个 好 然后接下来还有三个呢 BB 我 BB稳赚不赔的 你还等什么 来多少 真的不会 我三体一个都没中吧 不可能 不会的 怎么也可以对一个的 我觉得还算可以的 一两个模糊而已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走一圈吧 反正都是一样的 我们展示一下 我们展示一下 我的很简单 让你白白转原始 我的好简单 我是珍珍 珍珍 要送完药 超简单的 我的原始可拿定了 朋友们 我是鲁可 我这太难了 我这太难了 你是谁 我是姐姐 我是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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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难的 好难的 我们两个要怎样 我看看Jerry呢 我的有点难 张晶好像有点 张晶有点难 我是大棋 大棋都恨不得呼之欲出了吧 那大棋就是 好运你的 对啊 很明显吧 接下来 朋友们我们要做题了 好不好 那就赢了 谢谢 你写好快 最讨厌你这种优等生了 这个太简单了吧 你写什么 我写孙 因为你想小孙还跟他说了悄悄话 说明天早上 但他一整天都在跟他相处 我觉得他跟孙比较开心 侯姐就是会 还蛮直接 蛮当下的 对 就是比较注重自己的感受 Acheline 帮我一下 帮我一下 救救我 我觉得姐姐还是小孙 但是她刚刚也说 她在讲她的那个玩偶的时候 可以给她台阶下 对 就猴哥 对方说不到是一个重点 那她应该还是会表达给小孙 小孙 那你觉得张晶忆会给谁 因为她现在很纠结 我觉得是郑哥 因为她送药对不对 绝对不可能 她一整天都跟大琪 但她一整天跟大琪的时候 她肯定一整天也想着威廉 但她会不会就是太痛了 因为威廉就是这么直接了 Hurt 啥有东西写啊 你看不到 但我就想写给你 还是威廉 威廉吧 那我们现在基本都写完了 我们要亮板子了 好不好 好 三 二 一 上链接 有点东西 好 我们都确定了啊 好吃好玩 奥利奥满满心动好味道 接下来进入奥利奥 心动揭晓时刻 来 我们现在揭晓答案 第一个 一一限定版青花瓷的碗 对 好 没有全天 三个 三个 今天过得怎么样呀 至少有一颗原石 猴哥 好 快点 好 没问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 和人生态度 一定要自己开心 好的 小酸 我要看小酸写什么 今天辛苦了 明天我要很早去学校 睡醒了 记得检查 但是他这个很生活 感觉已经是他的人了 不要给我有这种年导 你不要给我搞这种 不会 给我们猴哥一点机会 谁的人 谁是谁的人 你们不要那么激动 我们才刚开始 冷静 大家冷静 你先等 等看猴姐选谁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鲁可 应该还是一一 鲁可我选择的是一一 不是一一也太闹了吧 我可不可以拿到这枚园石呢 妹妹 谁呢 什么 今天玩得很开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哈哈哈哈啥呢 哈哈哈哈呀 哈哈啥呀 哈哈哈哈 你有这话你跟妹妹你聊一会儿啊 你在这儿哈哈哈哈 没事的 没事的 没事 没事 我就是确实一个没有 没有 哈哈哈哈 但是你是人生的爱情赢家呀 那倒是 哈哈 不是 大气肯定赢的吧 对呀 一定的 恭喜啦 我希望未来几天和你有更多交流的机会 哎 没错 我们看一下女生的部分 这个比较正当 看来我也要主动一点压 晚安相似的小兔子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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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害羞了 啊 没有啊 你是哪一句受不了啊 这是什么小兔子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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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女生跟你说晚安亲爱的小兔子 你不能 你喜欢的人可以吗 喜欢的 我们下一个人吧 我的妈呀 好 我们看张晶 其实张晶这个有难度 他有三个人其实都蛮合理的 对 我觉得是赠哥 快点 对呀 他还是就是还是喜欢的 他真的很坚定 他真的很坚定啊 我在这里心疼大棋两秒钟 杰瑞哥选对了 全对了是吗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猴姐 猴姐 拜托了 是谁的人谁紧张啊 应该是小孙吧 我希望他给猴哥 小孙 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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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怎么这么慢 猴哥 猴哥 来日风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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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目前刻的CP都很准确 没关系猴哥 还有机会 先看看姐姐 给小孙吧 求你 我真的觉得可能是 给小孙吧 可能是猴哥 小孙 小花吧 冲冲冲 对了 接下来全场 现在只剩下妹妹了 鲁可 我觉得肯定是鲁可 好 好好休息 天天开心 让我们恭喜杜海涛老师 以一己之力 获得了我们今天 唯一答错的丘比特 在这里让我们恭喜全世界 好吧 可以获得一颗 谢谢 好重 我的一次性 拿到三个也太开心了吧 我这么多都快放不下了吧 快别这么说 旭哥 你不陪我了 旭哥 我离你的旭 我一颗 两颗 两颗 谢谢 我第一颗 我第一颗 弟弟有一颗 感谢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 这是第三期了 您这还没一颗原石呢 你说这么大声 对 你要混到什么时候 我都这么努力在讲话 你还这样子没有原石 你就认识我吗 老师请问一下 Luke为什么他很明确就知道 他是跟依依玩得开心 但最后他还是发了这个讯息给妹妹 我一定要知道为什么 如何让我变成了无心 对于Luke的话 我自己的观察是 他好像还是在摸索的过程当中 所以当下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 也许是他比较坦诚 把握当下的一个机会 OK Luke让人感觉就是一个很快乐 很幽默 然后他是一个有点像个好奇宝宝的感觉 所以对于好奇宝宝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话 其实所有东西都是有可能性 我觉得他应该很迷茫 对 对 那我们本期收获了不少心动原石 那作为心动丘比特呢 我们也将会把这份幸运传递给更多的人 那上微博参与心动CP连连看活动 匹配你心中最甜的CP 既有机会获得节目同款心动原石 希望大家呢 也可以在现实中 收获你心动的信号 短信号 做给自己的还是送人呢 想送人 但是人他多 我担心他会有压力 所以还是再找机会 很好 你能教我一件事吗 我问一下你是怎么约的才吃了早饭 教教我 为什么我不可以 结束的时候 他的才没做到 Champion 我跟他悄悄说我们 还好至少是没有什么都没有干 额 谱